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K 今天的中国历史名将系列 为大家讲述的名将是 击破西突厥,经略安息 攻克中亚古国巴汉纳十六城 威震边疆的唐安息副都户郭于冠 郭于冠,名战,自于冠 齐州历城人,出身太原郭氏 唐灵德二年,以将家之子 选为左倾府 护送唐高宗东巡泰山封善 自此从军 严载元年,公元694年 郭于冠在西域的燕齐一带 攻破了西突厥阿波绰两万丈 九世元年,公元七百年 郭于冠前往巴汉纳收税,引起不满 西突厥的可汗阿什纳随子 联合吐蕃,袭扰唐安息四镇 郭于冠率军超齐后路 攻破十六城 占领了阿什纳随子在中亚的大本营 阿什纳随子战败 随后不知所终 开元元年,公元七百一十三年 郭于冠因公升迁右销魏将军 北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 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了 开元二年,公元七百一十四年 二月初七 西突厥莫绰可汗,派遣他的儿子宜江可汗 童俄特勒,以及妹夫,火拔杰利,发食阿什帝 率领精锐骑兵围攻北亭都护府 郭于冠率重固守,并在城外设下扶兵 童俄特勒单枪匹马逼近城下 扶兵突起将其斩首 童俄特勒的兵重到了城下后 剑已经施了主帅 相帅起降 请求用军中所有的物资来换回童俄特勒 后来得知童俄特勒已经死了 汗哭而去 十俄师弊也因为折损了童俄特勒 不敢回到突厥 润二月二十五日 十俄师弊携其妻子投降唐朝 郭于冠因公升任为冠军大将军 代右萧位大将军 进封太原郡开国公 并且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幽召包奖 不久 郭于冠改任安息复大都护 四镇经略安抚时 进封陆国公 此时封一百户 郭于冠奏请朝廷 招募关中兵一万人前往安息 讨伐西突厥余部 朝廷同意 但是最终尽无刻货之功 七月十七日 郭于冠返回后 改任梁州刺史 河西诸军州节度大使 敬畏右威位大将军 同年十月 突厥石信 葫芦屋等部落 来到北亭都护府请求归降 唐玄宗命令郭于冠 招服慰问他们 开元三年三月至四月初九日 因归降朝廷的突厥石信越来越多 唐玄宗任命 又与您大将军薛纳 为梁州镇大总管 屯铸梁州 赤水等军都受他的指挥调度 任命郭于冠为朔州大总管 屯铸并州 何荣等军都受他调度指挥 负责领兵防备突厥莫绰可汗的进犯 同年 郭于冠奏报 加奴八人有战功 请求任命加奴为游击将军 宰相弹劾其事工扰乱纲纪 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之后陕王任安息都户 朝廷以郭于冠为安息副都户 唐开元十四年 公元七百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 郭于冠病逝于长安大陵坊私宅 终年八十三岁 后来与妻子可诸魂氏 合葬于河南府洛阳县 芒山北渊 木制名上刻有 刻巴汉纳十六成 中国五代时期的政治家 兼修旧唐书的刘迅 称其为逆功编语 为氏虎臣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 请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